第三叫做喜觉之后 精进修行之后 当然我们就会产生喜悦的这个信念 因为懂得佛法的观念和这个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心态 让自己不会掉入种种的这些的无名烦恼的陷阱当中 去受苦受难 因此佛法会帮助我们远离烦恼 所以修行喜觉之内可以得到两种的喜悦 为什么叫喜觉之? 第一,听闻的佛法 听闻的佛法得到法喜 就是在还没有听闻的佛法之前 我们会有很多的观念是不正确的 因此经常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内心跟内心 或者是内心跟外境 会产生种种的矛盾 跟这个冲突 现在大家当中 生活当中 经常会有这些冲突 那听了佛法之后 所讲的这些因果 或者是因缘 无常 信空 无我的道理之后 我们的心胸会比较开朗 有种如是重步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的身心能够得到放松 因此没有压力 这就是所谓的听闻佛法的法喜充满 第二个就是修行禅定 得到所谓的禅乐 禅乐法喜 修行禅定的时候 身心能够让我们轻松 而且平稳 宁静 在这个宁静当中 就会产生一种禅定的喜悦 这时的禅乐 是一种什么呢 清安的状态 清安就是什么 身体感受不到一点点的重量 身体的感觉 是充满的 类似像氢气 氧气的这种氢气 那么很充满 细胞是很佛样的 那我们的身体 就像是气球一样 感觉会有一种清飘飘的感觉 那么是一种清凉 所以你在修行 在打坐 你不会觉得累了 但是这种的感觉 这种的清醒的状况 不是那种刺激性的那种兴奋 这不对 因为修行是静心 所以他的心是宁静 但是精神是很好 跟你那种的兴奋的 很兴奋的 那是不同 所以这一点是不同 所以禅定的当中是平顺 是宁静 这才叫做清安 所以很多禅定 很多人说禅定 禅定公屋做得好人 他很喜欢打坐 因为一打坐 禅乐的快乐 是胜过人世间的这些种种的预乐 所以因此呢 有些人呢 一坐就是半天 或者是一坐就是一天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在这个残略清安当中 所以他才能够做那么久 那如果呢 这个 不是身体很舒服 我们说的 光坐上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腿就痛得要命了 所以呢 腿就痛死你了 你说那里可能坐半天 或者坐一天 你自己坐的 你就看那个人怎么奇怪 他的腿是没有神经 还是怎么样 为什么他们可以坐那么久 都不会累 难道他不痛吗 所以呢 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在禅乐当中啊 他的清安 所以呢 让他身心 没有这些的负担啊 因此 他能够很欢喜的去修禅定 那当然呢 我们要了解 禅定 修禅定 修打坐 是为了开智慧 得到解脱啊 所以才来修禅定 你不是为了要享受这个禅定的快乐 然后呢 去修禅定 这个就观念错误了 因为这个时候 为了打 打坐的那个快乐 那就是又是一种执着了 所以你为这个去修 那到时候 你这个得好也是不对的 因为你在定静当中 贪着 定静的快乐 这个久而久之内 这个呢 你也是落入执着 久了呢 恐怕 严重一点也可能会产生 所谓的入魔的方式啊 因为你没办法处理了 转进去就不懂得出来 这个呢 你也没办法解脱啊 所以佛法 懂得要去什么 取根舌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第四点是什么 就是除觉知的 除觉知又叫做清安觉知啊 就是由修观 修观慧 修观照的智慧 正念 然后呢 正经进之后 得喜悦 而得到了除去身心 出众的这种感受 因此呢 身心能够清安 而且舒适啊 除也是断除喔 断除喔 断除的意思喔 就是我们的修行者呢 如果能够断除一切的邪见 烦恼的时候呢 身心自然呢 就会得到这个智障喔 我们常说的 无事一身轻啊 死神能够开心 天天就能够快乐喔 我们也常说啊 快乐是神仙喔 那到底怎样才是神仙啊 我们说神仙神仙 神仙 他的定义是什么 神仙的意思就是什么 只生欢喜 不生忧愁 所以做神仙很容易啊 你能够天天开心 没有烦恼 没有忧愁 那你就是神仙了 所以什么 神仙的重点就是断除烦恼 忧愁 你就是了喔 所以这个叫做除觉知 重点是断除我们的烦恼喔 第五是舍觉知啊 舍就是舍外境之心啊 把我们的外境 对外境的执着 产生的这些信念呢 要把他舍弃喔 舍弃一切的这个所缘 尽我们所见闻觉知的这些对象 对外境多不执着 那也不去追忆喔 不去一直再去思考 去追想他 然后呢 把心安住在一则心啊 安住在一个点上 和起发空性的智慧啊 和起发的空性智慧 就像我们用前面的 所讲的三十七道品这些的 四念处 四正琴 四如意足 五根五立 你用这个方式 去当你的修行的方法 然后把你的心安住在这个点上 慢慢的 你的智慧就会开启啊 所以 这个就是舍觉知啊 倒过 前面所讲的 你在修禅定当中 得到的那个禅定快乐 你也要告诉他 这是不真实的 因为他是无常的 所以你不可以什么 啊 被那个禅定的快乐 热索 所引诱 所以你就要告诉这个 这个也是要放下 这就是舍 那你这样子什么 这就是智慧 善的境界来了 告诉他 这不真实的 在禅定当中 见火了 见莲花 见瑞相 告诉他 这是虚幻的 看到了魔 看到了鬼 看到了所有恐怖相 你也跟他讲 这是虚幻的 都要舍弃 那你就是什么 那你就是智慧 你就不落入 善恶的分别 这才是叫做智慧 所以舍 重点是在这里 前面谈过的 喜啊 心安啊 定 都是不同层次的 定乐的一种的享受 可是在正确的佛法来说 是一切外境及心境的执著 都要能够解脱 苦受要解脱 热受也要解脱 那么苦乐忧喜 全部都要舍弃 才成为叫做什么 舍觉知啊 所以这一点这样 大家都能够理解 你修演当中 什么是要舍的 所以你这样子的话 这个叫做觉悟 其实觉知当中呢 最重要的就是舍觉知 因为舍去一切的 外在所缘的境界 和内心啊 我们所缘的这个信念呢 而安住于当下的执行呢 最终能够发起 无我无相的空性慧 那就恭喜大家 便得涅槃解脱 第六是定觉知 心住于静相 心能安住在一个静性 这个呢 名为定 定的意思就是不分尘 我们不会分尘 不会散乱 心不会散乱 你不会分尘 分尘的意思就是 你在那边已经糊涂了 不清楚了 在那边什么 打妄想或是什么 你心里的什么 在那边打瞌睡 这就是属于分尘的 这个分尘相了 那你心能够不散乱的话呢 安住于心呢 就能够注意 四禅定相 在这个禅的当中呢 叫做禅定 修行者呢 在禅定中 要用智慧啊 要用智慧 去观照啊 每一种禅定的这个境界相 就是你现在修的过程当中 这个境界是什么 他生起的变化 是真正的定相 或者是什么 假的定相 因为在修士坦法庭里面 他有一个赤地 现在是什么状况 现在是什么状况 那你要去对照这个文字啊 对照这个佛陀所讲的这个 定相的方法 那你要去 触定之后你要去看 或者是你之前有这些概念 先涉略了之后 你在打座当中 你就知道 我现在赤地 进步 是正确的 那叫做什么 正正的定相 如果跟这个 是不对的 那你就知道这个是什么 是错误的 所以就要赶快放下 正确的 我们要按照正确的方法去修 但修到最后 要告诉他这个是 必须要神器的 所以是什么 先前面 过河 过河再放船 不要一开始就放船 那你就过不了河 所以这个修禅定的意思就是 你要知道现在的定相 是正确的 然后到最后 修到这个 出禅的最高境界之后 你就要告诉自己 OK 安住在这个定相 前面的方式的 过程就要放下 然后再往前修 再放下 再往前修 再放下 这样子才是正确的修禅定 所以是真定相 你最后也不起贪爱的心 只是如实的用光而已 那是假的定相 当然就要马上放下 就要什么 就要舍弃了 那禅定 又分成两类 我们再跟他解释 禅定有两类 小乘的定 就是指小乘的 南传人所修的小乘定 小乘的定就是什么 没有前念 没有前一念 和后念 没有后音音 心呢 能够指于 在一个一的 停留在一个念头上 比如说你是属习的 你就停留在这个属习的 这个 这个 一啊 二啊 数字当中 那像泰国的 他教的就是 佛陀佛陀佛陀 就是你注意力 就集中在佛陀佛陀 这就是你的修行的所远境 所以你就必须要安住在心 专注在佛陀 所以这个就是属习 那你是念过的 你就专注只有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一念一念去 去禅修 专注这个点 一直去用 那这个叫做停在一个念头上 然后呢 这个呢 四地的禅定 就是什么 从初禅 慢慢修到 四禅 从初禅 二禅三禅 修到四禅 那四禅当中呢 就包含了 八种的这个禅定 所以叫做四禅 八定 然后最后 第九的这个解脱定 又叫做灭尽定 灭尽定 灭尽定就是灭受 跟想的这个定 然后我们的受 感受 跟我们的这个思想 都能够把它相符 那么呢 所以叫做灭尽定 就得到解脱 那这个小乘的方式 叫做建修 它是按照四禅的方式去进步 去进阶 所以叫做建修 第二个叫大乘的定 大乘的定 心呢 可以有念头 我们大乘的讲的是什么 心可以有念头 但是呢 不受环境 状态的影响 你可以有念头 但是你不可以被外境的 环境所影响 产生你的祈福或者是波动 那这个呢 就是所谓的定慧不二的 如来禅 或者是主师禅 就是我们中国禅宗所讲的 道在日常生活中 平常心是大乘 为什么 佛法讲的 大乘讲的 你可以有念头 就像我们念佛 念佛也是念头 你在成立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就是念头 但是这个念头 是属于叫做正念 因为佛 阿弥陀佛这个名称就是什么 就是佛陀的智慧 佛陀的福报 佛陀的信德 佛陀的果德 所以是因缘果报 佛的一切的大智慧 一切的大修行 都全部在这个 浓缩在这句佛号里面了 所以这个佛号 真念这个 就等于是我们像 在读经一样 今世佛头讲的 这个是正确的 所以你在念佛 这个就是正念 是善念 所以这个我们叫什么 就可以有 那你念佛的时候 当你有定义的人 你念佛的时候 你一样有看到什么 听到什么 但是不会影响到你那一念 阿弥陀佛的心 这叫做念佛的什么 正定 也叫做三昧 所以修行不是修到最后 眼观鼻 鼻一观心 然后什么都不看 什么都不听 那不是最高境界 那就是小胜的境界 他说我小胜就是什么 我就不要看不要听 阿保持我的心念就好 其他外界发生什么事情 不关我的事 那个是什么 那你还是初级班 不是最高级的 大胜的就是你可以保持这个正念 但是呢 重点就是你如何 既有这个正念 去对峙所有的这些的 干扰你的望面 这样子是什么 这才是大胜讲的修行 因此禅宗大胜的修行 生活当中 就是你修行的道场 走路是你的修行 吃饭睡觉 都是你的修行 就是什么 你的心能不能够安住在这个正念当中 那你真正能够行住坐卧 或热闹场中 你还能够坐道场 还是维持你那个清静心 或是你念佛的一些工心 你真正修行是进步了 那如果你修行当中 出去热闹当中 就破功了 就被这些的声色所影响的话 那你就会去自己 就要认个什么 阿弥陀佛 要在佛犬忏悔了 原来我们定力还是不够的 我们这样一点点的小便衣 一点点的声色就影响我们的话 那我们的修行的确 还没有进入到正定的状况 所以这样大家可以理解 大胜想的是在生活当中 这样子去安住在正念 不是叫你五念 所以这个是一个大胜的不同的地方 因此大胜重点是在什么 从知见的导正 观念的导正 智慧的开启 然后转变了对于事物 原有那种态度的看法 这叫大胜的定义 所以它是什么 先让你把智慧观念整理正确了之后 那把世间的颠倒 错误的错见 把它扭转过来 之后就不会跟着水波逐流 被境界之风所卷走了 那这就是什么 定慧等词 止观松韵的功夫 那因此禅宗讲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顿悟 你能够直接从这样子去转去修 定的当中有慧 慧的当中又有定 这就是定慧等词 那中国禅宗大胜的禅定 不论是用参话筒或者是末造禅 只要能够一念 保持那一念 与方法能够相应 便是相似的心与静相 就是能够定静 好比我们说的 像禅宗 以允成反 就是当你在那个以允成反 或者是什么 念而无念的时候 念佛状态 这个都是什么 这个就是心与静相 这个时候就能够得到心安 那心安的程度 自身之前就看你的禅定的状态 而定 心与静相 是指我们的心念 反复的停留在一个心境之上 这叫做心与静相 如果参禅的就只有一个无字 你如果也是参禅参五的就一个无字 或者是用念佛是谁的 你的念佛只能够生起这个五 或者是念佛是谁 不可以有其他的妄想 这样子叫做心与静相 那不断的去灌照 这叫做什么 在禅定 如果是念佛的 心中就只有佛号不断 没有他念 念佛能念到 念而无念 无念而念 那就是修到四一心不乱的念佛上面 那这个就是禅定的境界了 这个已经相当深了 这就是真正的禅定境界了 接着我们再看第七 念觉知 念就是思念 修行三十七道品 那我们时常去思念 这些三十七道品的内容 跟它的含义 那么定和会能够均等 能够平均平均平等 不能够只有定 没有会 也不可以 只有会 没有定的这个意思 那么念觉知 实际上就是思念出 观身不敬 观受是苦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那么 时时将心 专注在禅定和智慧 同等的状态 那有智慧 才知道信念的起伏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对峙 有禅定 才能够降伏其心 因为你有定力的话 有力量 才能够把那个妄想的心 叫他不起 不想 那有智慧你就知道这个是对 这个是不对 这个是正面 这个是妄念 所以这个师父 要互相运用 就像我们的脚 一定要两脚 走路才能够很自在 所以定会 就像我们的双脚 不可以缺少一边 修行 如同是医病 要能够对症下药 要懂得对症下药 不是每个人都用同一种药 能够医治 所以这一点我们也是一样 就像修行的方法 你用这个方法 对你很有用 但对别人不一定有用 那呢 就算是同一个人 就算是你同一个人 在不同的时间 也会生不同的病 所以这一点也是一样 因为时间是无常的 不能过上个月是感冒 而这个月是胃肠的问题 结果你还开感冒药 你说上个月 我感冒吃感冒药就好了 这个月我生病了 继续再吃感冒药 那是不一样的了 所以这是什么 这就是要懂得对症了 那如果你还继续什么 胃肠你来吃感冒药 这就不对症了 那你的药肯定是无效的 有智慧的人 就会懂得对症 对病的状况 给予治疗的方法和药物 不能够用死方法 来对症 这个不同变化的疾病 那修行七觉知也是一样 要善知方便 什么时候是应该用定 散乱的时候 心散乱就要用定 知见余慈的时候 就要用智慧去分别 那么来去对症这些的信念 或者是可以用定跟慧 同时等持的各个方法 因此这七觉知就是在告诉我们 怎么样的去运用这七种方法 来帮助我们修行 所以这些是要知道的 如心已经开始产生昏禅调取的时候 就要用折法觉知 跟精进觉知 还有喜觉知 这三种来对症昏禅跟调取 如果你的心是一种浮躁 浮躁不安 心进不下来的时候 就会用什么 除觉知 舍觉知 跟定觉知 这三种来去对症 那念觉知 就是定慧之间 懂得互相去调和运用 所以你就能够 降辅烦恼 而能够身心自战得到情安 所以我们说 学佛修行是有一套方法 是有依据的 不是盲修跟下练 因此希望大家 回去之后 好好的再对七觉知 再把它审视一方面 那么这个对大家 真的修行是很有帮助的 前面已经讲了 七觉知就是帮助我们开悟的 七种方法 因此不要觉得很简单 或者是小乘的 基础的禅殿 就不修行 这个是错误的 所以希望大家 听我们的佛法 能够智慧增长 少管烧脑 所求的一致在吉祥 阿弥陀佛 鬼祟投 各位 请拜祢 我们向说感恩 请上風心理 游一切 大家向火游一切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以及巴弥陀佛 这是 educational文字